暂时性通胀基本预测不变 本行的基本观点是 夏季几个月通胀压力 激增至远超美联储2%长期目标的现象 不太可能持续到2022年 这一观点到目前为止 与7月份美国通胀数据一致 该数据显示 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 导致通胀上升的很多因素 已开始减弱 7月份整体及核心CPI环比分别上升 0.5%及0.3% 而6月份两者均为0.9% 7月份机票等经济重启类目的价格意外回落 住房价格也低于预期 暂时通胀有所改善 有助于维持股市相对平稳 通胀前景趋缓 也意味着全球各大央行采取比预期货币正常化路径 更为鹰派立场的可能性下降 因此 美国7月份通胀数据公布后 10年期美国国债民意收益率下跌两个节点 至1.337% 周五大幅下跌至1.286% 由于最新的通胀与劳动力市场数据 与美联储基本预测一致 因此 美联储维持现有政策不变 美联储官员在过去一个月继续向市场释放信号 即将于2021年第四季度宣布缩表计划 通胀数据发布后不久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卡普兰表示 美联储应于10月份开始缩减国债和按揭抵押证券的购买规模 这是美联储本周至今的密集讲话中最激进的发言之一 这其中 有几位地方联储行长也是呼吁提早缩减量化宽松 结论 虽然美联储可能最早将于9月份的下一次会议上宣布缩表计划 但本行目前认为 美联储更可能在11月和12月宣布该计划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 将取决于8月份的劳动力市场和通胀数据的表现 尽管如此 本行认为 美联储将在8至12个月内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措施 这虽然会造成市场短期波动加剧 但长期仍将利好整体风险资产表现 并且稳将在9月份的劳动力市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